香港社会经常强调无望六四 这些想法其实是不像实际 又不会替香港带来什么好处 唯一的好处只不过是 所以六四其实是已经同时代脱节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继续是威威和施老板的 施老板欢迎你 大家好 我们这个节目是录影的不过播出的时候也很接近六四 或者播出之后已经过了六四 六四有什么反思是国安法推出之后 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事件 香港社会经常强调无望六四 我自己有一个感觉 现在很多时候是变成停留八九 我们很多的想法 其实是真的固定了八九年六四 在那时候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 现实是八九年到现在世界是变化了很多 以前的一些看法 其实已经被新的形势 新的世界环境所改变了 很多人都把六四看成中国民主的一次契机 即是如果学生运动成功的话 中国就会从此走向有民主宪政 会恩恩向荣 这个是有时说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但现实就是吃不到葡萄 你可以幻想去点田点田 但如果我们愿意冷静一点去看历史 回顾中国所走过的道路 是否一场革命一次群众运动就可以带来整个社会的更新高速发展进入幸福新时代呢 其实事情未必是这样的 我相信六四之后有一个场景就是反映群众运动突然间扭转局面的 就是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古被人推翻那一刻 我相信很多人都记得的 只不过就是当时在罗马尼亚首都的群众运动里面 一下子群众本来是政府号召出来的 一下子反台 把整个革命一次过就推向成功 但是如果大家有去过罗马尼亚 就会看到罗马尼亚在这次改变之后 其实变化不是真的那么大 罗马尼亚很多现在掌权的 都还是以前共产党时候已经出来掌权的人 而经济都未曾很大发展 你除了看罗马尼亚 你看苏联 苏联 苏联 本上大崩溃 我在俄罗斯成立之后去过 已经叫俄国去旅行 当时物资是极其短缺 莫斯科的马路烂熔熔 一颜一分都没有人去修理 整个俄国人 我去那些酒店 全部都是那些俄国的美少女 要靠性服务赚钱 那些性工作者是去到全世界 连澳门赌场都充斥 所以不是说革命之后 就一切解决问题 你中国其实孙中山都革命过 革命完是不是有了选举就解决问题 除了刚才罗马尼亚俄罗斯 后期的阿拉伯之初 埃及那些都曾经成功过 但是很后期也打回原营 去回军事政权 有些地方即使美国亲自出手 譬如阿富汗伊拉克 美国用军队战领之后 去推行他们的民主宪政 是否成功呢 不一定成功的 所以六四如果成功了 是不是中国一定是可以走向 恩恩向荣 人民就可以过 比现在更幸福的生活呢 这个是一个问号来的 但是由于他没有出现过 所以很多人对他产生很多幻想 而实际上当时回头看 六四是牵涉到外国的影响 国内自己政权里面 不同路线的斗争 亦都牵涉到如何处理 失控的群众运动 所以是非是否这么简单 就是学生一定代表正义力量 学生成功了 一定可以解决中国一直面对的问题呢 在这个问题上 我和内地的年轻人都有接触的 因为我公司也在内地有四五万人 里面也有一些年轻人 是关心国家大事 亦都有一部分是曾经参加过六四运动的 他们在新的形势下 对形势也有不同的判断 所以香港就只是无望 但实际上世事在不断发展 对六四其实随着环境的转变 应该有不同的重新评估 才会走到一条对中国更加有利的路 现在香港的六四变成了 有些人的政治手段 他们连连行礼如意 所得到的是什么呢 基本上只是叫共产党难体 组织香港的反对力量 而这些反对力量尤其是年轻一代 发展到不能够对自己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 可以发挥的作用 采取一个积极参与的态度 而是采取否定的 希望全面扭转现在的情况 而这些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不像实际的 既无法成功 又不会替香港带来什么好处 唯一的好处只不过是外国有一些人 希望香港成为中国的包袱 希望共产党要在中国推行的东西 是遭遇阻碍而已 我和内地那些年轻人讨论他们的看法 共产党在这个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 是积极的一面正面的 是主流的 就是多数中国人在这段时间 物质生活是改善了 生活的自由空间也都改善了 整体来说是生活了好了 能够追求的东西多了 所以采取全盘否定共产党功能的六四 其实是已经同时代脱节的 香港人长期只是记住无望六四 而停留在八九年代一样的见识 其实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对社会也没有好处 这么多年来都只是 懂得搞同一样活动的香港反对派 其实他们是玩下去都玩不出新花样的了 明白 多谢施老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